连续数天的大雨 阿花的河边小屋也不能继续居住了 没有办法 它只能继续造房子 为了防止房子被淹掉 它只能选择高处造房子 看样子想要在丛林里生活 树上小房子适不二选择 清晨一大早 它就在林中寻觅着 可以造房的大树 瞅准这棵树了 不仅高大笔直 而且树叶还很茂盛 首先清除周边的杂草 接着在林中砍来一些树干 把一根分叉均匀的土干 绑在大树上 作为攀登上树的梯子 看它攀登上树的样子 不得不感叹这脚丫子着实厉害 观察一下树上的基本情况后 脑子里直接有了小房子的构造图 接下来就开始动工了 把一根根树干运上树 摆在大树的枝干上 接着用藤条把树干 结实地绑在大树的枝干上 中午的阳光很是火辣 好在有树叶的遮蔽 不时地还有阵阵微风吹过 在阿花精湛的捆绑技术中 小房屋的底座框架就形成了 把这些树干一端去板 把它们绑在底座框架上 作为房屋的支柱 只见阿花在树上来回地穿梭着 一根根树干 被它巧妙地用在了合适的位置 小房屋的框架基本形成 阿花在林中砍来了一些竹片 把这些竹子运上树 再把它们紧密绑在框架上 微风轻轻地吹着 似乎知道阿花的辛苦 这让炎热的天气下 忙碌中的阿花 感觉不到一丝燥热来 竹子一片一片地在减少 用竹子做的墙壁很快就完工了 从远处看是不是像一个鸟巢呢 此时的阿花有点体力透支了 它需要补充力量了 它在林中找到了一小块蜜巢吃了起来 看它吃的样子 我都流口水了 好想来一口 吃完蜂蜜后 阿花顿时力量满满的 一会的功夫就编织好了许多草莲 它把这些草莲直接运上树 把它们绑在房顶上 用来遮风挡雨 房顶完成后 阿花在树下挖了一个小坑 放上稍许的稻草点燃它 等到这些稻草稍微灰烬后 再浇上水 用万能的小脚丫来和泥巴 泥巴合好后 用小波及把它们运上树 接着来就是个大工程了 阿花需要把这些泥巴 均匀地涂抹在房屋的墙壁和地板上 泥巴涂抹好后 阿花也累得够呛 等到泥土晾干后 阿花用碳灰 在墙壁上画上了一株好看的花朵 接着用小木棍 把它精准地雕刻了出来 不得不承认 阿花真是一个多彩多艺的小女子 谁娶了它都会幸福的 此时看视频的泥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树屋基本完成 接下来就开始打造房屋设施了 阿花来到林工厂的一些棕榈叶子 把它们切成一片一片的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接着把晒干后的棕榈叶子用底下 回家途中 阿花发现了一些好吃的果实 二话不说直接带走 回到家后 在树下架起了火 把摘来的树叶子放入锅中烧煮 烧煮的空隙 阿花席地儿座开吃了起来 等到树叶烧出了颜色 阿花把一些棕榈叶子直接放入锅中 用它来给棕榈叶子上色 颜色上好后放到太阳底下暴晒 接着用晒好的棕榈叶子 编织出了一个好看的睡席子 棋子编织好后 阿花用剩下的棕榈叶子 编织了一个可爱的小枕头 放入稍微的稻草 这样一个可爱的小枕头就完成了 屋内设施就是这么简单 随后把它们运上树 接着阿花找来大自然的调料 给小房子涂上了好看的色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成品吧 小房子是不是瞬间高大上了呢 接下来阿花在树下做起了美食 首先倒上水水烧煮 接着把鱼肉放入锅中 等到水烧开后 放入一些青菜 再放入一些大米 此时香味扑鼻 美味已经做好 直接出锅 还别说 这套餐具还真有原始感 放上少许的葱花 再放入少许的辣椒 再加点柠檬汁 妥妥的 放碗时分 大风呼呼地刮着 阿花在树下吃着饭 真是太惬意了 如果阿花邀请你一起来此居住 你愿意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野王 带你走进丛林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